欢乐时光总是过得很快,2018年国庆七天小长假已经落幕,随着七天小长假的完结,2018年下半年的重头戏,第十二届精英结伴奖晚会将至。 对于本届精英盛典,包括小编赛内的许多网友可谓是期盼已久,要知道这可是两年举办一次的演艺圈盛会。 在2016年精英盛典中,赵丽颖和胡歌收获托风,其中最受观众喜爱的男演员奖杯,老牙榜主演胡歌收入脑中,同时他还收获了精英奖最致人气男演员奖,成为了精英奖历史,上首位双料式帝,超高口碑,一览无余。 除了胡歌,主演《花千古》的赵丽颖和主演《平凡的世界》,得同利亚写收加冕精英奖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,此外和胡歌一起捧起精英节最致人气演员奖的,还有主演《米月专》的刘涛,转眼两年时间过去了,谁又能成为本届精英节舞台聚焦的焦点呢? 据悉第十二届精英节颁奖晚会开幕式将在十月十二日,也就是本周五晚七点三十分举行,最终的精英奖颁奖典礼将在十月十四日,也就是本周日晚七点三十分举行。 和此前的数捷一致,担任北界精英奖四位主持人,第一就是湖南卫视镇台之宝和酒老师,虽然周围的主持搭档人来人往,可和酒永远不会缺席精英盛典,那么这次与和酒老师搭档的主持人会是谁呢? 就在今晚和酒老师的亲他当出炉,没错,他就是圈内高口碑演员秦海禄。 这也是和酒与秦海禄的首次合作,相信他们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。 目前精英奖票选正在进行中,此前票数据自写的胡歌当官方出名,目前排在精英奖最受欢迎男演员榜首的是李一峰,排在精英奖最受欢迎女演员榜首的是迪丽热巴,有网友无奈道,感觉今年精英奖含金量下滑了许多,以前光有流量不行, 演员还是要有演技,现在只要有流量就够了,还有网友直言心疼胡歌,那么多胡椒粉为精英奖宣传,最后胡歌还被出名了,这波操作让人不服不行。 当然了,官方选出的精英奖得主,并不一定就是你心中的理想得主,你觉得谁才应该收获2018年精英奖呢?